吉安相各巡守队在8月9号要恢复巡守任务 乡长游淑珍特别制证一批防疫品给各个分队 并且提醒队员们在执行守望相处勤务时 也要注意个人的安全 而众队长赖友莱他也感谢乡公所关心 同时他表示在恢复任务之后呢 会加强宣导社区的防疫观念 提醒乡亲不要松懈了防疫警觉 吉安相各巡守队在8月9号将恢复守望相助任务 乡长游淑珍特别准备一批防疫品给各个分队 并提醒队员们在执行服务任务时 要注意防疫准则 保护自己也保护乡亲的安全 最近疫情的关系写起名利 我们的巡守队是暂停勤务 但是在8月9号之后马上就要上勤 来做一个巡守交案 跟我们社区安全回复的工作 自己本身义工自工巡守队员的安全跟平安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致政给我们吉安相境内 8个巡守队跟一个中队 来作为一个安全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感温体温测量仪跟消毒仪 我相信在执行维护大家的平安交管 跟我们环境整个的一个写情名利的安全的同时 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所以来执行的伙伴一定要先量体温消毒酒精QRCO 让我们上路交管 为安巡逻更平安 从乡长所中一一揭获这批防疫物品 巡守队表示相当感谢乡公所的重视与关心 我们预计8月9号就开始我们的巡守队都要执行 这个对我们整个巡守的队员非常帮助 因为到那边开始要去执行之前 自己可以检测自己有没有那个整个疫情的问题 然后到外面也不会扩展出去 所以对我们整个巡守的业务 真的是很大的帮忙的力气 我真的很感谢乡长有那么细心 能够照顾我们这个军安巡守队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军安巡公所准备了体温量测酒精机 还有酒精湿精 增加各个巡守队的防疫量能 巡守队也表示 重新上线之后 除了原本的守望相助任务 也会加强防疫观念宣导 在社区当中会持续来提醒乡亲 不要松懈警戒防疫 介入一会既然相报道